各位來賓 歡迎大家今天到中央大學理學院 來參加這個演講 這個演講最主要是 我們中央大學理學院跟理論科學中心 然後跟中央大學的科學教育中心 跟物理系一起合辦的 那我們有這一系列總共有四個演講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演講 是要講這個電影的那個星際效應的 那在我介紹這個今天第一個演講之前 我們要特別謝謝這個習立毅老師 這個整個這一系列的演講 都是這個我們中央大學理系的教授 這個習老師安排的 那這個星際效應 我想我們今天在這一邊 大概有很多人都看過這一部電影了 那這個裡面有一個顧問跟執行製作 是加州理工協院物理系的教授 Kip Song 那是我們今天這個speaker 那個陳鈺老師 他的在加州理工協院這個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不是指導教授 是啊 文在希 其實是我 曾經是我的老師沒有 這個陳老師現在是在台大物理系的教授 這個我們很感謝他特別撥控 到這個剛從國外回來 休假一年剛從國外回來 那特別撥控到這個中立來 在我們這一邊給這個演講 那這個演講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那中間我們會休息十分鐘 這個外面有飲料跟一些簡單的餅乾 然後我們休息十分鐘以後 我們再繼續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就歡迎這個陳老師 謝謝院長的介紹 也非常謝謝徐教授的安排跟邀請 坦白講 一開始去年 這是在去年的事情 去年徐教授他寫信跟我 我在國外休假 他寫信跟我講說 陳業玉你知道嗎 以前你的一位指導教授 我現在在最著名的這個星際效應的電影裡面 最火熱的 他在裡面除了當科學顧問以外 還當執行製作人 那號稱這部電影裡面 所用到的一些物理概念 那個執行製作人都要求導演說 你要完全能夠符合物理原理 把它做出來 而不是只是憑著藝術家的想像 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裡面搞不好物理都是錯的 那還好我後來發現說 整個做完以後 那大部分整個呈現的方式 除了很漂亮以外 而且看起來是都滿足我以前這位老師的要求 那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看完那部電影以後 我才答應學校之後說 好 那我覺得我大概有機會 有辦法把它介紹一下 它裡面相關的一些物理概念 那雖然我是拿著這個星際效應這個招牌拿出來啦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說一般人 像其實我非坦白跟大家講 我自己當初因為第一次看 看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 我其實也不是搞得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說我對裡面的物理概念 我都覺得很多東西我應該懂的話 但是我要跟情節又湊在一起 那既然我都還沒辦法完全搞懂的時候 那其他一般的聽眾 一般的觀眾看了以後 可能也是覺得一個頭兩個大了 那因為是這個緣故 所以我其實是假借這個演講 假借這個電影的名義 那我想先介紹大家一點有關 裡面用到的相對論的概念 那相對論有狹藝相對論 廣義相對論 我希望把它稍微介紹一下 讓大家至少聽了以後覺得 好像有點點概念 那這樣你再去對照這部電影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在這個演講的比較後半部的部分 我想針對裡面所提到的一些 看起來非常有趣的名詞 可是一定是讓人家搞不懂的 就是所謂的黑洞跟蟲洞的概念 我想從那個地方下手 來跟他講一點相關的 一點點的科普的知識 那我的演講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 我盡量已經把速度講放慢了 但是接下來我就開始會急 我一急了以後 我的講話的速度會開始變得很快 所以說如果說你在聽的過程裡面 覺得說太快了 過去了以後你其實想抓到裡面哪一個東西 你就舉個手把我打斷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好 那我想我就開始好了 那這個題目是星際效應 玄妙時空理論的炫力展現 最主要我想要討論就是時空理論的這個部分 那我的內容看起來是五花八門 那演講的緣起我想就算了 因為我懷疑我的時間不會那麼的夠 所以演講的緣起我就不要去理它 那接下來我想把重點就放在這個 裡面的相對論的常識的部分 那這把把它交代完畢了以後 如果時間比較差不多的話 可能聽眾可能想要休息的話 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放大家出去休息 或回家去休息 都沒有什麼關係 你不要太客氣 然後回來了以後 我可能就開始講這個黑洞蟲動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一個我想提一下時光旅行 因為時光旅行在科幻小說或科幻電影裡面 這其實是一個大家很想要 常常要用的一個概念 可是在科學上面 它會不會有一些有趣的性質 是不是其實可以幫助你了解呢 我想在那邊再花一點心思去講一下 然後到了最後第七點的時候 只是講這部電影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不太夠 所以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就簡單的跟大家提一下說 可能還有一些相關的電影 您可能會有興趣的 給您參考一下 好 所以一開始 那下次你只要每次看到 有這個藍色的屏幕的部分 那其實就代表說 我剛才不是畫了這好幾個大主題嗎 所以就切換到另外一個大主題來了 那現在我說興趣現在這個緣起 我就不要去理它了 我現在直接跳到這個相對論的部分 好 那一開始我先提醒你 一開始這個部分你看起來你會覺得 好無聊好無聊 那只是為了後面做準備你忍耐一下 好 第一個我先解釋一下 在研究科學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提到物體的運動 那物體的運動 那就會有所謂的加速度的概念 然後也有轉動的概念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 他沒有受到外力去加速 譬如說我沒有背著一個火箭頭 然後點燃火箭 哇 拼拼加速 我不是坐在飛機上面 飛機開始 哇 一路就這樣衝 往前衝 開始要準備起飛了 這都不是加速的狀態 我就是四平八穩的這樣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加速 速度沒有改變 同時我也不轉動的話 這樣的人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很棒的觀察者 叫做慣性觀察者 那他所處的要描述問題 要使用所謂的坐標系 空間要利用XYZ 要用三個數去描述一件事情 發生在空間哪個位置叫坐標系 那他所處的這個叫做慣性坐標系 我其實都不會真的用到他 我就為了顯示出我很有學問 所以用這些不嚇你的名詞 好 相對於他一個重要的概念 他是說什麼 他說我今天有兩個慣性的觀察者 在那個地方 他們彼此有運動 那我們每次舉的例子 你等一下也會看到 每次舉的例子 從愛傘提出來說就開始了 就是有一個人坐一個火車 那個火車以同樣的時速 這樣一路往前跑 另外一個人就在月台上面 他就很無聊什麼事情都不幹 就看著火車往前跑 這兩組人馬都是很無聊的人 做的事情就是等數在那邊運動而已 那他們想要去描述 事情發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說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在月台上面的人 他做物理實驗 跟在火車上面的人做物理實驗 他們兩者分不出來到底是誰在運動 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們在中學 甚至小學的時候可能有玩過 我們可能有些有玩過說 你拿一個磁棒 繞有穿一個線圈 拿一個磁棒這樣前後去搓他 搓他搓他的進出的時候 我們會說你有磁力線的那個多增減 穿過那個線圈磁力線有增減 會穿過那個磁場 在這種情況之下線圈上面 就開始會衍生出電流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電磁學的實驗 在月台上面的人做這個實驗 做完以後他發現說 我好快好快搓的時候電流就比較大 慢慢搓的時候電流就比較小 跟在火車上面的人做同樣的實驗 那他們得到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是相對論裡面的 最基本的一個假設 那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他只做完全的 這個很棒的物理實驗的時候 他根本不能說到底是誰在動 誰不在動 好那這個東西叫做相對性原理 相對性原理是相對論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假設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光線它會在真空中傳播 那光線是怎麼產生的呢 光線的產生 我們現在認為光線是一種電磁波 電磁波的產生方式 譬如說像我們在聽收音機的時候 那個發射天線 發射天線它上面其實是有電流 電流上面就是有電格有上下 上下這樣動 它上下這樣動的時候 因為有電流的改變 它周遭就會形成磁場 這個磁場因為你上下這樣動 所以磁場就會一會兒往右轉 一會兒往左轉 一會兒往右轉 一會兒往左轉 這個我們以前把它叫做電 會去生磁 可是我們又學電磁學的時候 又學到說磁會生電 磁會生電的意思就是 剛才我說這邊的磁場會有這樣子繞 然後一會兒又這樣繞 那當這個磁場隨著時間會變化的時候 在這個磁場的周遭呢 它還會再衍生出一個 一會兒是這樣繞的電場 一會兒是這樣繞的電場 所以你們注意到現在它的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一開始天線在這地方 上下電流動來動去的時候 周遭產生來回變化的磁場 來回變化的磁場 它的周遭又產生來回變化的電場 這個來回變化的電場 又在它的周遭會產生來回變化的磁場 於是就一度一度傳播出去了 所以我在實驗室裡面做實驗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小心的做實驗 理解到說這個電流電場怎麼變化的時候 會產生在周遭產生多大的磁場 磁場改變的時候在周遭產生多大的電場 那理論上雖然我數學可能不太好算不出來 可是我直觀上可以想像的到就是 那麼我就可以算得出來 根據這個實驗就可以計算出來說 那麼從這地方開始動來動去的時候 電升磁磁升電一路傳出去 電磁波就出去了 這電磁波的速度就可以決定出來了 所以我要傳達的是什麼呢 光線在真空中傳播 它其實都是靠物理定律 可是如果說它是靠物理定律的話 光線我們知道說它傳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在真空中的話是每秒鐘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30萬公里的速度 那這個速度呢 根據相對性原理 那就變成是對於你我來講 對於火車上面的觀察者來講 測量的速度 光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這件事情說真的就開始奇怪了 因為你想想看 我今天在月台上面做實驗的時候 我發現說射一道光 往這個方向射的時候 每秒鐘30萬公里 假設我今天高鐵它的速度 假設是每秒鐘15萬公里好了 為了解釋清楚 每秒鐘15萬公里 高鐵是這麼快的在這邊走的時候 那我這個人如果跟著高鐵走 在高鐵上面做實驗 我也往前射一道光出去的時候 對於我來講 那一道光每秒鐘就要跑30萬公里 可是我的高鐵的速度 對於地面的你們來講 也已經有15萬公里了 那照我平常的經驗 這加起來的話 每秒鐘叫40萬公里 換句話說地面上的你們 可能會認為我這邊射手電筒出去 弄雷射筆射出去 那個光的速度 應該是每秒鐘45萬公里才對 可是這就直接矛盾了 因為我們剛才在綠色這個字 綠色的字就代表是重要的正確的物理 綠色的字上面寫的就是 因為我剛才告訴你 光的速度明明是用電視學來決定的嘛 所以我決定出來是每秒鐘30萬公里 你也決定出來應該是每秒鐘30萬公里才對 那怎麼搞的 直接跟日常生活的經驗就完全矛盾了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常常大家就覺得說相對論一定錯了 相對一定錯了 可是你都可以發現錯 我都可以發現錯的時候 埃塞怎麼笨到他沒有發現錯呢 還在弄相對論幹什麼呢 所以一定是埃塞有另外一個想法 他的想法也有辦法去自圓其說才對 所以我今天要請大家 記憶起來一個概念就是 相對論我們認為他是沒有錯 我們就實驗顯示出來他沒有錯 可是你怎麼讓他跟日常生活的經驗 矛盾的部分可以解開來 這下面我要講個事情 好 那所以我現在就按照平常的規則 只要講相對論的話就要弄火車 就要弄月台 所以我在這邊就弄起來 這是相關的給你看 現在這個火車的這個長度 跟這個燈柱的長度都是一樣的 這個尺跟藍色的尺什麼都一樣 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把橘色的物體 橘色的物體的長度 我不說 等一下我們設法去測量他看看 這等一下我會相關會用到的物品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這個實驗 我現在先告訴你說 Isaac怎麼解決剛才那個矛盾的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在火車上面的人 他做一個實驗 他的實驗就是從 我把這條1號2號3號的車廂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我就故意射成是橘色的 那我現在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兩個1號跟3號的上面 有兩個燈就同時發光 同時發光了以後 那距離都一樣 所以他等一下一定在2號的橘色這上面會碰頭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是在火車上面做實驗 地面的那個燈柱 相對於來講就會變得是往後面這邊走 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 現在從地面的人看到什麼事情呢 那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動畫是正確的動畫 也就是Isaac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自圓其說的 本來在火車上面的人 他覺得說1號跟3號燈要同時發光的 你現在看這個動畫裡面 你發現說沒有同時發光了 尤其是你發現說他現在發光 然後Isa快打到他 快打到他 你怎麼還不發 還不發 然後在最後發 他發到這地方的時候 因為你想想看 1號這邊發光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追這個橘色的車廂的燈 而3號的這邊 他其實是守住戴住就好了 因為他已經 那個橘色的車已經往我這邊衝了 所以他根本不急著發射那個光 所以愛因斯坦他說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矛盾 你的直觀錯是錯在哪裡呢 火車上面覺得同時射燈 這是兩件事情 1號說我發燈 然後3號也說燈就發光 那這是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火車上面覺得是同時的 可是現在在地面的人來講的話 他覺得不是同時的 愛因斯坦說 其實你如果接受這件事實的話 那麼矛盾就解決 因為這兩個燈到時候還是會在他的頭上碰頭的 這就是愛因斯坦解決他的矛盾的方式 所以這個重要 對於火車上面來講 雖然是同時發生 可是地面的人就不能認同了 所以同時就是一種相對的概念 相對論相對論在說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會提的就是說 速度不能決定出來嘛 那是因為我們只能講相對速度 其實不止而已 不止如此而已 他還講說同時的概念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他其實跟究竟是誰在做觀察有關 我對於我來講是同時的事情 對於從我旁邊這樣快速跑過去來講的話 他就不會再是同時了 那這是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圈起來 但是除了綠色以外 還圈一個大紅光光的話 代表這就是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所以你如果剛才的東西都沒聽懂 也沒有關係 你就把它背下來就對了 好 通常我教物理就這樣子 我就是說學生 你別以為物理都要懂 你就不懂沒關係 背下來總是有用 好 如果說今天有一列車 朝前方快速這邊走過來 快速過來以後車裡面的人 如果說他的同時 每個車頂上面都有燈光 如果他們同時發光的話 好 那麼我們剛才的論證告訴你說 地面的人觀察到的不是這樣子 他會發現是 越後方的就先發光 越前方的就後發光了 這是相對的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好 所以如果說今天火車上面的人 同時在物體的兩端做記號 我希望你趕快長得快 長得高的話 那怎麼辦 有一種測量小baby長度的方法 就能讓他長得很高 你就是小baby身體 把他弄直了以後 然後你就把他往前丟 那你要測他的身長的時候 你一定是 頭跟他的腳同時進下去 看的時候等下尺一兩看他長度多長 你一定不會幹一種事情 就是說 你把他拿過來了以後 這邊腳 你測量到他的刻度 一把長齒就拉到黑板那個地方去 你就把嬰兒就往前一甩 往前一甩以後 他嘟 往前跑 他頭碰掉那個黑板的時候 那你說 哇 他頭現在在黑板那裡 他的腳在這個地方 所以小baby長度這麼長 你一定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要測長度的話 你有一個辦法就是一定要頭尾都切下來以後 直接去測量才可以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就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要用同時的概念 而不見是這個同時的概念 如果地面有人跑過去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說 我看起來是同時 你覺得已經不是同時了 所以測量長度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相對論裡面 長度的概念一定也是相對的 你就算不知道的話 你開始也有感覺了 那我現在想要把它講得更明確一點點 所以我現在這邊呢 地面這個長度過來了以後 我就說當他到剛好 不曉得怎麼搞得剛好到這邊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就上下的燈就同時亮起來 在物體的兩頭做記號 於是我就測他的長度 測出來了 好 可是對於地面的人來講 發生什麼事情呢 火車整個是往前走的 對不對 火車如果整個是往前走的話 這邊先發光 後面先發光 後來這邊前面才發光嘛 因為我們剛才知道已經告訴過你了 火車上面覺得是同時的話 對於地面的人來講都是後面就先發生嘛 所以你所看到的事情是怎麼樣呢 一定是 這個橘色的車廂對於你來講 以及跟這個橘色的長度來比起來 它一定是比較短 這樣才有機會 他後面先發光 發完以後 結果他前面這邊走到這邊 還又發光一次 所以他打記號的時候 也是這邊先打記號 後來才打記號 那你如果懂這個概念的話 那其實已經很容易地解釋說 為什麼運動中的物體 他被你測量到的時候 他的長度在相對論裡面 一定要說得比較短才可以 因為他如果沒辦法說得比較短的話 相對論理論自己就自相矛盾了 可是相對論他可以自圓其說 他自圓其說的方法就是 物體的長度比他靜止 他運動的時候比他靜止的時候 測量起來其實還是比較短的 所以下面這個圖是正確的動畫 這個正確的動畫 因為我現在畫起來以後 所有的車廂還有那個藍色的尺 現在整個相對的 這個橘色的這個長度來講 就變得是比較短了 那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剛才那個論辯有點太複雜了 你可能沒辦法帶回家去 還可以回家 我們那種年輕的同學 回去還可以解釋給弟弟妹妹聽的話 那是很痛苦了 所以為了讓你回去 也可以對你的弟弟妹妹有個交代 所以我這邊給你一個簡單的解釋 這簡單解釋是什麼呢 我們先從物體本身來看 我先從靜止開始好了 從靜止開始以後 那你怎麼讓他有一個速度呢 你要讓他有一個速度的話 那一定就是你的 我現在這把尺的頭跟尾巴 故意跟火箭連在一起 讓他可以加速 可以噴火可以加速 那可以噴火可以加速的話 如果說我現在在這把尺上面的人來講 跟著尺一起動的人來講 他現在靜止 然後開始同時噴火 同時噴火以後就往你的右邊跑一點點了 再同時噴火就可以往你的右邊跑一點點了 但是我現在是從我本人的觀點看 所以你看他當他同時噴火的時候 同時噴 然後後面你所能夠看到 其實後面的星星往後本來是不動 然後後來就開始往後 快快的就跑過去了 就是火箭上面的觀點看到是這樣子 可是地面的人看到的是什麼樣子呢 地面他所看到的情況 其實就是你注意囉 火箭說同時 火箭說同時 地面每次就講說不對不對不是同時 這是最重要的概念 你先來看看 這是地面的觀點 地面的觀點它就是說 一開始同時噴的時候是噴的 可是等到開始有速度的時候 就變成後面都會先噴 因為對於這把尺上面的人來講的話 他們同時 可是一旦有速度的時候 就是後面會先噴 所以這是下面的這個 你從地面的人觀點來看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的 那因為這個緣故 後面不是每次都先偷跑嗎 他先偷跑要先噴 然後後來他才跑 可是他一偷跑他一噴的時候 就把它壓縮了嘛 所以你也可以動態的方式 去看這個問題 去了解說 為什麼當一把尺開始運動的時候 他的長度一定要縮短 因為尺上面的人 他為了要保持自己的長度不變 他只能同時頭尾噴 可是他的同時頭尾噴 對你們地面來講的話 不是頭尾噴 都是後面先噴 所以尺就壓縮了 所以速度越快的話 他的長度就會壓得越短 所以他是可以有動力學上面的解釋方式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地面的觀點來講 就是根本就騙人都不公平嘛 因為後面的火箭永遠都是偷跑 除了這個事情以外 我們現在看說地面的人 他怎麼測量橘色車廂的速率呢 假設他就先校正一個10米的長的尺 假設棕色的尺就在這方 假設他是10米 他10米了以後 那他怎麼去測量呢 那我現在這個圖裡面已經正確地畫出來了 車廂因為在運動 它的長度已經縮短了 那我再從頭來 當這邊尾巴跟他切齊的時候 你發現地面的兩個燈柱同時發光 同時發光是要做什麼事情啊 他是要讓這兩個燈柱的時鐘校正 你看看這兩個時鐘 他現在一發光的時候 兩個那個時針 秒針就開始動起來了 你看看 你看這個紅色的秒針 就一起動 都動到四的那個地方 經過了20秒的時間 所以剛才 首先發生的事情就是 上面這兩個事情 他們先校正時鐘 所以用兩道光來對時 好 那這邊走 走到這邊以後 他後面的這個燈柱 他又點了一道燈 又閃了一下 他閃了一下就代表說 那個尺啊 藍色的那個尺 已經到達他的這個地方了 好 我們再重看一次 因為這比較複雜一點點 校正時間 然後等到尺 跟他切在一起的時候 他又 所以我現在閃了三道光 閃了三道光 其中前面兩道是同時的 好啦 假設我的時間差是20秒的話 那麼橘色的車廂速率是多少 那橘色的車廂 因為 因為我這個橘色的 因為我現在這把尺 距離是10米嘛 10米 除以20秒 所以這就是橘色的這個車廂的速度 但我現在又是回到這個火車的觀點 再來看這個問題 火車的人 他現在覺得 因為相對的 他會覺得地面的那把棕色的尺 現在反而是棕色的尺 對他來講是縮短的 對他來講縮短了以後 我們現在看那個燈是怎麼亮起來的 他現在從右邊進來了 從右邊進來了以後 當這邊切的時候 奇怪了 怎麼搞得後面那個燈柱的燈進來先發光 他先發光 他會覺得那是莫名其妙一個光 不曉得他為什麼要發那道光 為什麼呢 因為地面的人本來兩道燈柱同時發光 目的是要校正時鐘的 他是校正時鐘沒有錯 可是地面的人覺得是同時 火車上面的人又覺得賴皮 你根本不是同時嘛 他覺得後面那個燈柱就是先閃了 所以對他來講 那個閃燈的動作根本是亂七八糟的 很不幸的是他一閃的時候 那個時鐘已經開始計時了 這個時鐘 你看他已經開始在那邊計時了 而左邊的這個燈柱 他是後來才開始計時的 所以火車上面的人會覺得說 地面的人做實驗 做的是很亂七八糟的實驗 不合道理 因為後面這個莫名其妙 就是這個時鐘 等一下他閃了也沒有時鐘開始動 可是這個時鐘都沒有動 時鐘到這邊才開始動 所以他覺得第一個燈閃起來 是莫名其妙的 好 那他是要等到哪個時候才又閃呢 後面那個燈柱才閃呢 那是等到 他跟這邊切齊的時候才又閃一次的 莫名其妙的閃 現在這是正確的閃 好 然後現在又是 對第三個又是正確的閃一次 因為正確閃一次 那時候他也看到說 橘色的車廂已經到達他的尾巴 他到達那個燈柱那裡 好 那對他來講的話 不管他實驗怎麼做 他也是覺得說地面的人在運動的速度 應該也是10米除以20秒的那個速度 應該是0.5的那個數值才對 因為相對來說 速度這是相對的 我覺得你是怎麼走的話 你也覺得我是怎麼走 速率的數值是一樣的 所以他應該得到這個數值才對 可是對於火車上面這個來講呢 因為他覺得棕色的尺下縮短了嘛 那假設他原來是不動的時候是10公尺 假設他已經縮短成7.5米的話 那麼他所經過的時間一定要等比例的變短 因為只有這樣的時候 你把7.5米 你把它處理等比例變成15秒 除完以後你才會得到 還是0.5的這個速率的數值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論 他現在測量的時間變短了 測量時間變短的比例是多少 我們不需要這個做偉大的數學 你其實直接就可以知道說 時鐘變短的比例跟長度縮短的比例 他們是完全一樣的 如果說今天一把尺運動的時候 他長度變縮成一半的話 那麼他上面的時鐘走起來的速度 也跟著變慢變成了一半而已了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列的火箭 一列火箭上面的人 他們始終保持等距離 但是是不斷的往前衝 不斷往前衝以後 那我現在就是加速動一下加速 加速再動一下加速再動一下 我把它叫做是分段式的加速 如果我是分段式的加速的話 那麼對不加速的慣性觀察者的話 他會發現什麼樣的東西呢 就是越後方的火箭都會越早偷跑進行加速 那因為後面的火箭 先偷跑先加速嘛 所以後面的火箭跟前面的火箭比起來 其實他一定速度一直都是保持是比較快的 那因為後面的速度 因為都比始終比前面的火箭速度還快 那所以呢 他的那個時間也一定是會過得比較短 過得比較慢 也就是說越後面的時間過得越慢 越前面的時間過得是越快的 那我現在再重新再講一次 因為這個概念就是比較奇怪一點點 必須反覆不斷講你才比較清楚 我現在從分段式加速的一列火箭來看問題 為什麼越後方的火箭時間過得越慢 我們再用這個動畫再來看一次 從火箭本身來看問題的話是怎麼樣呢 火箭本身就是同時點火 同時點火 然後相對於後面的背景的星星的話 就越來越快越來越快 這是火箭本身看的問題 從地面的人看的問題是怎麼樣子呢 奇怪了 後面的火箭老是帶皮 本來是同時點火 可是一旦有速度以後 後面的就先點火 所以後面的速度始終就是快於前面的 更快於更前面的火箭 所以說穿了仍然是不公平 這是怎麼樣不公平 後方的火箭 它永遠以更快的速度再向前追 它會有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如果說火箭 今天我剛才是分段式的給你看這個問題 好像是比較容易理解 如果說我火箭其實就是連續式的 一直點火一直點火 不斷的點火在那邊加速的時候 那這時候所出現的情況是什麼東西呢 那一定就是越後方的火箭 一定要用越強的引擎來加速 因為它要越強引擎 那這樣它才有辦法速度維持的始終比中段的火箭速度還快 中段的火箭加速一定不可能加的那麼快 它跟前面比起來一定是比較弱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它才有辦法去追前面的 那這樣它們一直在加速的過程裡面 那個火箭跟火箭之間的距離才會越來越短 那是因為它們的速度越來越快嘛 速度越來越快的話 那它長度要縮得越來越短 所以一定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才有辦法 所以從等加速運動火箭觀點來看的話 為了維持彼此間的距離 後方的火箭一定要用越強的引擎來加速 那因為它是用越強引擎來加速 對於地面的你們來講 它的速度一定是比前面的火箭速度還快 所以它的時間就會過得比較慢 這聽起來非常的繞口 你可能不曉得我在說什麼東西 所以我把最後這個綜合做一個結論以後 再重新動畫再給你看一次 你可能就比較容易懂 就是說加速度的存在 定義出了空間的方向性了 如果說我現在有幾節的火箭擺在一起 開始往你的右邊開始加速的話 當它開始加速的時候 現在你會見到的情況就是 後面的引擎噴火一定要噴的比較強 中段的引擎要噴的比較弱 前段的火箭它引擎要噴的弱弱的 那一定要維持這樣的關係 才有辦法讓後面的火箭的速度 比較比前面中段的火箭速度還快一點點 那它們之間的距離才會縮短 那這樣才維持相對的裡面的要求 那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加速度呢 使得空間中出現了一個方向性了 現在一定是往你的右手 右手方有一個方向性 因為你若一路排開來以後 越左手邊的火箭引擎加速的越強 它會有這樣一個特性在 好 那A師就從這個觀點出發以後 他就注意到下面的事情了 我現在剛才都是往右邊坐 往右邊這樣加速 這樣看起來不太容易看 所以對不起 我現在把整個動畫把它翻上來 現在變成是火箭 在太空沒有別的東西裡面 火箭是往你的正上方這邊開始加速的 所以這邊就代表說火箭這邊加速 火箭這邊加速 所以你說看背景的星星比較清楚 你看一開始背景星不太動 那背景星星開始就越來越往後面 越來越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火箭一直始終不斷在點燃的時候 它一直在往你的上方加速 可是因為你是跟著火箭看的 所以你就覺得後面出的東西 整個都是往下跑了 它整個都要往下跑 那麼剛才這個掉在天花板的這個蘋果 如果你把它那個線 把它鬆掉了以後 蘋果就跟著往下掉了 那蘋果往下掉跟背景的星星 你去比對的話 你發現說它一直是同樣的方式 因為火箭並沒有作用在蘋果上面 沒有作用在星星上面 所以蘋果的運動方式 跟後面背景星星的運動方式 其實是一樣的 但因為火箭不斷在往前加速 所以這一星星跟蘋果 就不斷地往下再加速 可是這個結果跟這邊這個地面上的蘋果數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有經驗 蘋果開始掉的時候 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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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就是愛因斯坦他很厲害的地方 他說人在等加速運動的火箭裡面 你如果去看一個蘋果 那個蘋果如果不受其他外力作用的話 那麼他看起來他的運動方式 對火箭裡面的愛因斯坦來講的話 跟在地面地球的表面的這個愛因斯坦來講 所看見蘋果往下掉的運動方式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嘛 那這個概念你我都是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啊 不能理解的就是說 愛因斯坦竟然腦子那麼聰明 他會想到下面的這個觀點 這打死我我也想不出來的 他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如果觀察物體的運動 那麼發生在重力場裡面的物體的運動方式 跟在火箭等加速的火箭裡面看到的方式 如果是一樣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 這其實是很一般性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他其實不只適用於蘋果的軌跡的運動而已 搞不好任何物理定律 任何物理現象都對啊 那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假設 因為我剛才只是看蘋果掉下來軌跡 他現在說的不是 他現在說的是說 如果我現在還是在地面這個地方 拿起線圈做七包線繞起來 拿個磁棒這邊通通通通通 做那個電升磁磁磁磁磁電的實驗 跟你跑到火箭等加速的火箭上面 做電升磁磁磁磁磁電的實驗 埃仔說 搞不好這兩者也會有一樣的效果啊 所以他已經不只是舉一反三啊 他已經是舉一反一反 舉一反一意啊 因為從力學的運動軌跡 他直接把他推到所有的物理現象 他說應該都要一致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可是又其實是非常大膽的推論 那這就是所謂的等效原理 最粗淺最粗淺的說法 這個等效原理對於愛因斯坦發展 所謂的廣義相對的 其實起了蠻大的一個作用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加速運動 左邊是加速運動的火箭裡面的人看到的 而右邊還是地面的那個的人 只是呢 不曉得為什麼 現在這個火箭的左邊的那個 牆壁上面擺了一個燈泡了 燈泡會發光 然後地面的人啊 不曉得為什麼樹上竟然擺一個燈泡 你不要問我那個燈泡怎麼裝在樹上的 他就裝在那裡他就發光了 好 那他這邊加速的過程裡面呢 你看這個燈 這個燈他射出一束光 他射出了一束光 跟這個蘋果 他們掉下來的時候 他在這個垂直方向 他們兩者其實是一致的 因為就跟後面星星運動方式一定一樣的 你看這個火箭裡面這個光的話 你比較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對於裡面的這個安想來講 那個光線好像是往下墜落了 因為其實我們地面能看得比較清楚 不是光線往下墜落 是你這個火箭在往上跑嘛 對不對 可是愛因斯坦那個等效原理的假設 他就說 你在火箭如果 火箭裡面如果發現 這個光線會往下墜落的話 那你在地球上面做實驗的時候 沒什麼道理 這個光線不要往下墜落啊 那這個完全是 他就從這個純粹學理的方式 就是把它推論出來說 你好好的做實驗 說不定可以看到這個現象啊 這在我們以前絕對想像不到 因為電磁學是一回事 這個重力力學這是兩回之事嘛 這完全不一樣東西 八幹子打不著 你怎麼把它全部扯在一起 愛因斯坦就是說 對啊物理就應該全部混在一起 這才好玩啊 那沒想到我們後來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說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重力場也會促使光線彎曲 重力場也會促使光線彎曲 這帶於我們學物理來講 沒什麼嘛 我學會啦 光線會促使 重力場彎曲對不對 可是跟我們這些電影 重力扯上邊了 好不容易 重力可以講到這裡了 光線在重力場裡面 如果是會彎曲的話 其實就使得我們星際效應裡面 到時候拍片的時候 就可以製造出一些很炫立 很棒的視覺效果出來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得到 因為弄出這個視覺效果出來 後來奧斯卡金像獎就是他拿到的啊 所以你看看 就是跟座位裡面的這個小朋友 跟年輕的朋友分享一下 科學是一回事 藝術是一回事 可是當你有那種素養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說不定你可以做到更棒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即使你今天只對藝術有興趣 多設立一點科學不會有壞處 你只對物理有興趣 沒關係讓你自己的那個眼光 再放大一點點 你再去看一下藝術不同的東西 也許可以提升你整個的層次的 那麼一列加速運動中的火箭 生活在裡面的人會觀察到說 越下面的時鐘會走的越慢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東西你很難理解 所以我們最好先看左邊的這個圖 左邊這個圖你先看這個時鐘 上面的中間的下面的時鐘 他們走的快慢的速度不一樣 上面走的快下面走的慢 為什麼呢 這就要回到剛才我說的了 剛才我是把火箭 一系列火箭把它擺平的 放給你看對不對 結果他們在加速的過程裡面 我也特別提到了 他們一邊在加速的時候 越後面的火箭 一定要點的比較強力的火箭 那這樣的話它才可以設法 讓它跟前面那一節火箭之間 距離拉得比較近一點點 這樣才符合相對論的要求的 所以越後面的火箭 加速一定越快 所以我今天只不過把它豎起來而已啊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火箭它的加速 跟它的加速是不一樣 它強 它中 它弱 可是你如果看時鐘的話呢 因為從地面的人觀點來講的話 它的速度是比較快 它速度比較中 它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它的那個時間就會走得相對的比較慢 因為我們剛才俠義相對裡面 也告訴你有這個結果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個動畫裡面是這樣畫的 它的時鐘過得慢 它的時鐘過得稍快 它的時鐘過得是最快的 可是我又把它套到廣義 那個廣義相對的裡面的等效原理來了 我就說 你如果在這份場裡面會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在地面的重力場裡面 沒道理不發生這種事情啊 那沒道理不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要跟它整個對在一起的話 所以在一個重力場裡面 越下面的時鐘會過得比較慢 越上面的時鐘會過得越快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般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了 大家可能聽過運動中的時鐘過得比較慢 你今天又學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個重力場裡面 越下方的時鐘過得越慢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 要跟大家特別交代的一件事情 所以特別提到這裡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時間在重力場的底端會變得越慢 所以相對的 在重力場比較頂端的時間過得是比較快的 那實際上又回到這部電影來了 我們的心力效應的導演 他就利用超巨大的黑洞 黑洞還沒講等一下會講 超巨大的黑洞 他周遭會有非常強大的重力場 他如果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重力場的話 他就會讓時間變得比較慢 尤其是在重力場底端很接近黑洞的地方 他重力場超強的 他時間過得超滿的 可是遠方很可能是地球上面的人 那地球上面的人的話 因為他在很遠方的地方 他重力場是弱的 他在黑洞的重力場裡面是弱的 他時間過得相對的就快很多了 所以呢就營造出太空人啊 跑進黑洞附近的時候 一定要有分秒必爭的急迫性了 因為我在黑洞裡面 我就是本來一般工作 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他騎我打個噴嚏 結果我手邊的動作擺下來 我他騎我的話搞不好只經過一秒 完蛋了我過一秒 搞不好我遠方地球上面的親友 如果你過了十年的話 哇這多可怕啊 所以你看看他利用了這個重要的物理現象 然後就製造出那個急迫性 所以整個劇情你去看的時候 你會情不自禁的替他們緊張啊 太空人你千萬要小心啊 做任何事情趕快做趕快做啊 要不然很慘啊 不是他們太空人很慘 可能是遠方的親友可能就很慘了 因為他可能要拯救全世界啊 對相對的還說什麼呢 這是我你看得出來 這是我老婆 我看起來比老婆蒼老 我也有相對的解釋 因為我比我老婆高 我可以說你看我因為比你高 所以我看起來非常的昌老 其實是因為這個緣故 你看我跟他之前其實差很多很多公分 不過說實話啦 地球的重力長其實是很弱的 所以剛才這個 我比老婆高很多公分 我認為這是事實的 我一直覺得我比他超高好多的 但是這個效應其實是非常的微弱 所以你千萬不要說 剛才聽我這樣講以後 從此就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藉口說 我這麼昌老其實就因為我很高 恐怕不是 恐怕不是 但是話說回來 這個效應雖然是非常的微弱 我們今天大家手機場裡面 已經有GPS的東西在聊 這個GPS它的運作之所以能夠成功 其實是因為把這個效應已經放進來了 因為GPS它用的是在地球的外圍有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送序號給我們接收 給我們接收的時候 我們去測量它送的訊號 到我們之間的時間差差多少 時間差差多少 把它乘上光速以後就變成我們跟人造衛星的距離 那一旦我知道我在這個位置 跟不同的人造衛星的距離 我就可以利用三角學的公式 換算一下可以算出來我到底在哪裡 GPS是用這種方式運作的 那那個時間差是差很少的喔 因為在地球的外圍的話 那重力廠跟我這邊 重力廠其實沒有真的差到那麼多啦 那那個重力廠的那個時間差 它時間過得比較快 我時間地面的人過得比較慢 那個時間差一天裡面 可能只差個大概十二負六次方秒的那種數量幾 一天喔 你幾乎一整天才差十二負六次方秒 那你說這有什麼效應對不對 不是喔 因為你記得嗎 我剛才說我要定位是要換算成長度 換長度的時候你要成 它光傳過來是成光速 光速每秒鐘三十萬公里 每秒鐘三十萬公里的話 你乘十二負六次方秒的那個數量幾乎 就乘上去 那個距離誤差還是很大的啊 所以你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如果沒有把相對論效應放進來的話 你的GPS定位絕對定不到 你要救人救不到 你要搭公車你說公車站就在那個地方 你GPS告訴我公車就不在那裡 因為你的定位不成功 所以今天大家GPS能夠用得很成功 要感謝相對論 要感謝相對論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故事 因為當初他們美國軍方在發展GPS的時候 他們發展人不曉得 要把廣義相對這個效應放進去 所以他們怎麼定位就是定不到 直到有一天他們工作人員 問一個物理學家說 誒我們現在弄一個偷偷告訴你 我們在弄這個東西 定不到 物理學家跟他講說 誒這裡面有廣義相對效應 你有沒有考慮 什麼廣義相對效應 一考慮進去了以後 你今天GPS用得很高興了 好 比如說我已經懂裡面的物理了 最後一件事情我需要交代的 就是說 他火箭在那邊加速的時候 如果我要從後方送訊號給前方的話 那麼你就要注意了 後方不能太遠不能太後方 如果真的太後方的話 那個訊號永遠也沒有機會送到火箭上面來 在這個動畫裡面所要顯示的就是這樣子 他開始送送送 一開始他沒有什麼速度嘛 所以他以光速這樣追 綠色這邊追追追的時候 他還在加速加速的話 但他有機會追得上對不對 可是如果紅色的這個訊號 他在很遠的地方的話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他一開始覺得說我好快好快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距離太長了 等到他想要追 覺得好像追得到的時候 很不幸的是火箭因為等加速度的關係 他沒多久以後就開始接近光速的速度了 一旦那個火箭都已經以幾乎光速速度在玩 往前衝的時候 而且還繼續在加速的話 你後面那個火 你後面送的訊號 如果當初距離太遠 他一定追不到嘛 所以這個紅色的這個訊號 太遠的話 因為太遠的關係 他追不到 好 所以四馬難追 在這邊我也給他一個解釋 就是你要送訊號給火箭 要告訴他後面方什麼事情的話 距離不可以太遠 所以在等加速火箭的後方 形成了一個所謂的事件的地平線 我們所謂地平線什麼意思呢 我如果登高山的話 看遠方的話 因為地球是圓的關係 我只能看到某個層次去 更遠的距離 因為彎曲的程度 彎到另外的地方去 我就看不到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地平線 所以對於一個等加速度的火箭來講 他後方的某個地方 譬如說在這個地方 可能就會有一個地平線的概念 因為那個地平線之外 更遠的地方的話 你再怎麼快速送什麼訊號過來 你速度頂多就是光速而已 可是連光速都追不上的時候 你訊號就送不進來 所以在這個等加速度火箭的後方 很遠很遠的地方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 我這輩子永遠都不知道 火箭上面的人永遠都不知道 所以對來講 就出現了一個所謂的 事件地平線 我如果把剛才這個整個 又更能垂直的話 整個變成重力場 所以我直接把它舉個類比 就到重力場來的 在強大重力場的底端 因為強大重力場更底端 重力更強的話 那相當於火箭的屁股後面的地方 某個地方可能存在一個 事件地平線 也就是說 在事件地平線 更下面的地方發生任何事情的話 我們外面的人 我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的 星期效應 又來了 那這件事情 有沒有在星期電影 星期電影這部電影裡面發生 我不知道 雖然我猜你們聽眾裡面 有些人已經看過 我猜你們可能有些人只是好奇而已 你可能還是沒看過 我不希望把裡面的劇情什麼透露給你聽 你看我到目前什麼都沒透露對不對 我有我的道德原則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說裡面的太空人 不小心落入世界地平線以內的話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性或者是不性的話 從此就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他們不曉得會不會掉進去 我們知道懸疑緊張效果 我就是不告訴你 你自己去看那部電影 好 強大重力想 強大重力想在哪裡嗎 在哪裡呢 我放大家先休息一下 回來我再繼續講 謝謝你